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之路 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鹿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腰酸背痛 手脚还很容易抽筋,关节时不时疼痛 这些其实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为什么现在患骨质疏松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还越来越年轻 主要还是跟日常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健康是我们一直追求,一直向往的目标 一个人如果拥有了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文化,健康的心理 就是非常非常开心、自豪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几点 就是减少了我们人生大道的绊脚石 也就是为我们今后的幸福生活 铸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碰的一生,伸个懒腰 24岁的琪琪居然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琪琪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从小成绩就不错 这段时间,她在拉伸的时候 总能听到骨头里面传来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还是很痛 起初,琪琪并没有太在意 只是觉得她太累了 直到有一天 琪琪发现自己的腿无法用力 只能瘫软在床上 家人马上送琪琪去医院检查 但检查结果让家人很崩溃 琪琪,这么年轻 居然被诊断为骨质疏松 这不是老年病吗? 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骨骼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到保护内部器官 维持身体姿势 住存身体所需的钙 磷等矿物质等作用 如果人体的骨骼出现问题 将会对行动、活动、脏穴等多个方面 产生一定的影响 骨质疏松是一种全身性疾病 据统计 我国的骨质疏松患者和高危人群总数已达两亿人 在初期 骨质疏松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后续症状包括腰背或颈椎等部位疼痛 身高变矮 弯腰驼背 严重时会出现脆性骨折 即在没有明显外力的情况下发生骨折 常发生在脊椎、腕骨和髋关节等处 其中宽关节骨折的伤害最大 许多老年患者会在宽关节骨折后的一年内致残、卧床 甚至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 老年人和绝经后女性是骨质疏松最常见的两类人群 且有重女轻男的特点 这是因为女性的骨骼越来越薄 成年后达到的骨骼峰值越来越低 特别是由于更年期绝经的影响 这三种食物是骨质疏松的帮凶 一、咖啡 上班族特别喜欢在下午喝一杯咖啡提神 王茜也不例外 但是咖啡中的咖啡因物质会影响骨骼的代谢 过量摄入咖啡会加速骨钙的流失 降低骨密度 也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会诱发骨质疏松 二、含盐量高的食物 平时过多的摄入盐 会加快身体内钙流失的速度 影响骨质代谢的正常运行 长期下去 很容易导致骨质疏松的情况出现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 成年人每日摄盐量不能超过6克 平时含盐量高的食物主要有海鲜类食物 咽咸菜、薄斧蜜饯等 因为海鲜类食物来自海里 海水是咸的 海产品经过晒干 成为了天生高纳的食物 部分海产品在加工的过程中会加入盐和味精 那这就是高尚加高了 烟咸菜是含盐大户 大约10克腐乳中 盐的摄入量已经占全天的83% 果腐蜜腱类食品酸酸甜甜很受人喜爱 但是含盐量却不容忽视 10克化酶 含盐量占一天总摄入量的56% 肥胖和骨质疏松的发生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在遗传和环境的作用下 导致骨吸收和形成失去了平衡 导致骨量丢失 骨质量下降 骨脆性增加 最终导致骨折的发生 所以 平时要注意减肥 因为肥胖的人脂肪比较多 平时少吃含脂肪量比较高的食物 比如坚果和五花肉等 避免肥胖的发生 中老年人日常做好两件事 骨头强如金箍棒 一 注重体育锻炼 中老年人也要注意体育锻炼 适当进行户外运动 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改善血液循环 增加肌肉力量 还能使得骨骼更加坚固 比如步行 跑步和力量训练等负重训练 就可以促进骨骼细胞发育 强壮骨骼 接受日光照射 还能促进胃肠道对钙的吸收 二 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睡梦中度过的 睡眠质量的好坏 睡眠是否充足 都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影响 刘大爷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八点左右准备睡觉 睡前喝一杯热牛奶 还要泡脚15分钟 听听凭据 整个人的状态十分的放松 九点钟必进入休息状态 九点三零左右就已经睡熟了 一整晚都是好觉 早上五点起床 有充足的八小时高质量睡眠 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 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